用户按下手艺上面对应的产品 可以打开一个详情页面 下面我们再去创建这个 可以显示产品详情的页面 放在Pages目录的下面 这里我们可以再去创建一个子目录 名字是Vikos 页面的名字可以是Show 这个是一种命名的风格 比如说Index可以去显示资源的列表 Show可以用来显示单个的资源 添加一个Show.js 在里面我们可以先得到小程序的实力 用一下GetApp这个方法 下面我们再用一个Page这个方法 去注册一个页面 先给它一个空白的对象参数 然后再去创建一个对应的试图文件 名字是Show.wxml 然后再打开小程序的主配置 在这个Pages里面 我可以添加一个新的页面 这里我们可以暂时地去把这个 Vikos下面的Show 作为这个小程序的首页 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去直接地 在模拟器上面看到我们设计的这个页面了